好 歡迎大家 再次收看 今天是WedemJuiceCompany的宣傳子豐 我們今天終於有機會 2016年就整式過會了 我們2017的到來 代表另一年的indie game的發展又來了 我們的前途已經是非常光明的 indie game在過去十年已經發展得這麼成熟 所以今年我這麼喜歡推廣indie game 我當然要講一講究竟我自己在2016年玩過的indie game是我最喜歡的 首先我在這裡講一講這個十五大的indie game 首先是我今年玩過 不代表是2016年推出的 其次就是它是我的意見而已 indie game對我來說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idea 所以我就認為 誰最喜歡的indie game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而且我也會以哪一款遊戲的idea 是最好的 最厲害的 最令人覺得深刻的 這個idea來選擇這個十五大的indie game 我們立即又會看看有什麼遊戲 在我們正式講十五大的indie game之前 當然要講一下Memorable Mansion 有一些我很喜歡的遊戲 但我不是在2016年玩過的 例如說2015年甚至14年玩過的 首先我們有Facade 大家都知道Facade是什麼 然後有90 Second Portrait 大家有看過我怎樣女藍剔 然後有Billy Maze Ultimate Fighter 這遊戲真的是一隻屎爛遊戲 但很好笑 然後有Fabric 他們今年推出了正式的遊戲 我亦都非常推薦大家去玩Fabric 這隻正式的遊戲 不是很貴的 我會有時間再玩一個新的Let's Play 然後有Hacknet Hacknet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Hacking遊戲 真的Hacker不會覺得Hacking的遊戲好玩 但是如果你想玩一些入門 又想假裝自己ScribKiddy 就可以玩Hacknet 是真的蠻好玩的一隻遊戲 最後有Night Sky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是我indie game排行榜 真的整輩來說 我覺得整輩來說玩過最棒的indie game 直到我們今年有新的一隻 是代替了我們這隻Night Sky是一個這麼輕鬆的環境 就是一個這麼平靜的環境 去讓我感覺到這個心裡面平靜的感覺 是令我心裡面覺得清涼的 OK 我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你馬上進去看看 究竟第15名是什麼 我們第15名 Fox Hole Alpha Fox Hole Alpha 真是一隻非常好的遊戲 它現在仍是pre-alpha的階段 但是它進入第15名 當然如果它不是Alpha 可能它是Beta 可能它已經升了很多 OK 說明Alpha 它有很多的機器或操控 都是不完善的 但是它的idea是很好的 即是一個top-down 然後MMO的情況 真的好像WOW一樣 但是它是以一個第二戰的設定 去做這個遊戲 我覺得蠻好的 希望將來都可以見到更多人玩 這個Fox Hole 我第七風暴也有個人玩 但是沒有時間 我自己沒有時間玩 是不是很可憐 第14名 Hex Sales Hex Sales 不是今年出的 就是2014年的時候已經出了 但是我今年才玩到 Hex Sales 是拿了我暑假 大約一個多個星期的時間 它是一個很簡單 好像真的踩地雷的遊戲 但是 它這個 魅力就是在它這麼簡單的情況下 它可以 真是 鬼都經常都說 re-invent the wheel 就是再次研發我們這個滾輪 這樣 我們 Hex Sales 真的做到這個效果 它是重新研發了這個圖 還要是研發到一個 六角形的圖 是 非常之 真的令人非常之 恢復的一件事 真的可以將一個 這麼簡單的想法 做到這麼 這麼好玩 第十三名 Colard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看上去是俄文 但是Colard 我會讀 Colard 也不是今年出的 但是 是一隻我今年玩過 在HumbleBundle 買回來的一隻遊戲 Colard 是一隻 怎麼說 好像Amnesia 這些環境所操控的 一個恐怖遊戲 但是 它不是以黑暗來做主題 它是以一個 雪地來做主題 整個地都很光 但是它的 雪的布 然後它的舞 令到它的環境 是變得 都是挺可怕的 還有 一個沒有音樂的環境 是令我覺得 尤其是非常之 非常之 令我有一番風味 不是很多遊戲 他們會對自己的環境 這麼有信心 去不樂一些音樂 Colard 做了 亦是做得到的 我是非常非常之 培伏他們 第十二名 Guardians of Orion 大家都知道我出過 Orion Project的一段影片 現在又再次改名 Guardians of Orion 他真的加了很多東西 我昨天才玩過 他這隻是一隻 非常之龐大的遊戲 他的想法 是真的 做到 差不多什麼都 都包括了 他就說自己是要追上 做這個平民 Balastar Citizen 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得到 但是 我都期待 我都買了十隻 Copy 送我出去 我亦都希望 其他人 亦都可以跟我一起 期待一下 看看他們 究竟 將來我會做到什麼 第十一名 Force and Prayers 大家都知道 Indie Game 不單止是你買得到的 更加是有些 不用付錢買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用錢都買不到的東西 Force and Prayers 就是其中一隻 這麼深刻的遊戲 他可以將 美國這麼多槍擊事件 化為一隻 遊戲 來跟我們說 就這樣祈禱 究竟是否真的有用 就像那些 那些 不按槍的人 都會有槍 究竟 按個槍的人 是否真的會有槍 我是完全不明白 他們想想什麼 但是 Force and Prayers 這一個 它是令到你覺得 在美國這個環境 自己是真的有多麼 無阻 為何會說 你按了槍 那些人可以拿槍 是不是開天槍 其實這些東西 希望大家都 都想一想 但是 它這個構思 是可以發出一個 這麼 好笑的遊戲 三個鍵盤的鍵盤 就可以令到 我們想到這麼多東西 帶出這麼多的意義 其實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難得 是很厲害的 是一件事來的 第 十名 Stealth Inc. 2 第一集就叫做 Stealth Bastard 我也玩過 第一集的Beta版 奈何 都沒什麼機會 可以讓大家看到 但是 Stealth Bastard 是一個 是一個 真的非常之 好玩的 它是一個 Stealth 的遊戲 它是一個 2D 的遊戲 真的 真的 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它純粹是好玩的 它將 它將 classic 的 這個 一些 一些 Stealth 一些 2D 的 一些 遊戲的 idea 帶回我們現代 然後再 省美它 我覺得 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我也希望它們 繼續做得到 第 第 九名 Cube Direct to Scud 也不是今年推出的 好像 Stealth Inc. 2 也不是今年推出的 我們Cube 它是有一個 類似Portal的 玩法 也是一些 鬥爽的東西 我 也 我 我 都 玩 看不少 一些Portal的 鬥爽的遊戲 Cube 做得到 它的故事 是做得不錯的 我 玩爆 打爆 這遊戲之後 都是 令到 我的心 究竟在想 究竟這個故事 為什麼它要這樣說呢 就是它 它會令到我 會想到 一些人世間的東西 很虛無飄渺的 一些東西 故事這方面 我讓你自己去玩 去探索一下 在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 買了這遊戲 真是 蠻好玩的 一款遊戲 是Cube的 Director's Cut 第八名 This is the Police 是的 This is the Police 是今年出的 終於有些今年出的遊戲 非常之開心 This is the Police 是一種類似 management的遊戲 然後有一點點 即時的戰略 戰略方面都是 非常之簡單 但是 你玩到越後期的時候 它就會變得越來越深入 越來越複雜 那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你要如何在兩邊 作出抉擇 你如何平衡到 這幾樣東西 我覺得 這個 它將 這個 我可以說是 香港 黑警模擬器 如果大家想 玩一些遊戲 在外國做 但是感覺很香港 就可以玩這個 This is the Police 因為它整個故事都是說 我們這個黑警長 究竟可以怎樣在退休之前 賺多一點錢 這樣 大家都可以去拿來玩 我不在這裡說那麼多 真的不想爆太多的故事給大家聽 但是 是一種非常之成熟的 一種的遊戲 我亦都建議大家去試一下 第七名 Prison Architect Prison Architect 在今年終於出了Beta 終於出了正式版 我亦都感覺到 擺他第七名是一個 頗好的地方 這樣 真的是非常之好玩的這遊戲 我本身不好一些管理 或者RTS的東西 這就是警察放在第八名 也是這樣 Prison Architect 是他的管理 他逐少逐少帶我進去 是令我 令我慢慢去沉 沉下去 這個深淵之中 我覺得是 是頗有趣的一件事 令我覺得 原來一些管理的遊戲 都可以這麼好玩的 你覺得 多佩服這遊戲 這遊戲 Prison Architect 亦都 真是一種 非常之出名 非常之好玩的 我亦都建議大家去 試一試 第六名 Infinite Vortices 這遊戲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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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麼說 第一 真是 他這遊戲 令我非常 非常之深刻 真是 我 我 我做 我 我玩了這遊戲 我真的想 哇 真是 Indie Game 原來真的可以 做到 這麼深入 真是 令人想到這麼多 這麼深刻 真是 可以帶出這麼多 哲學的訊息 我覺得 這遊戲 是 其中一種 真是 代表到 Indie Game 的精神 他是一種 免費的遊戲 由學生做出來的 然後 他 很短的 遊戲 他只是一個 非用一個 極之簡單的 一個 mechanic 然後 去做整個遊戲 帶出一個 很簡單的 訊息 讓我們自己 玩完之後 坐在那裡想 嘩 好深啊 這樣 那 這隻 是真是 在這隻遊戲 免費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去玩 或者大家不想玩 亦都可以看看 我們 Infinite Virtus 的孫子豐 這個打組場 亦都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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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深刻的 我覺得這隻 是 非常之 呃 Quintessential 的一隻 Indie Game 第二 Shelter 2 Shelter 2 嘩 這隻 我想也是一五年推出的 但是 嘩 嘩 Shelter 2 真是 令 即是 即是 他是 一開始 就 就要你 做一隻 呃 不知道什麼動物 我 我沒有深入考究 一隻動物的 老母 帶著四隻的東西 我 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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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投入 然後 當我 不知道走到哪裡 不知道為什麼 一靈 一靈 轉頭 幫我的兒子 捉完一隻 白兔之後 然後 突然間 有隻 不見了 突然間 有隻 不見了 我心想 究竟去了哪裡 究竟 去了哪裡 玩這隻 遊戲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 有少少 母親的愛 在我心裡 散發出來 真是 令我感受到 原來 有兒子 是這樣的感受 雖然我將來 我將來 廢等時 生了兒子 第一 窮 第二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小朋友 但是 這遊戲 真的可以 捕捉到 一種 母親 作為母親 或者父親的 感受 是 非常之簡單 而有力的 一種方法 很令人 值得深思 這遊戲 作為Indie Game 是真是 非常非常之 漂亮的 一種遊戲 第四名 N++ 這遊戲真是 很謂經典 在PS PSP 然後PS4 有出 現在喜歡在Steam 也有得玩 我們N++ 這遊戲 非常之簡單 甚至是沒有一個訊息 但是 它上到來 這麼高的原因 就是它簡單的玩法 但是 可以做得 千變萬化 一件事 真是 非常之 令人佩服 這件事 是很厲害 N++ 其實是 真的 真的 在一個 技術 技術 來說 是 我覺得 其中一種最成功的 一款遊戲 是非常之 厲害的 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說的 但是 你要自己玩過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 我會這麼說 你拿起來 來玩 你一來 就差不多 懂得玩 但是 你要 Master 到 它玩法 你要過得 它那麼多關 要快 真的要 用很多的腦 然後用很多的技術 才玩得到 是一種非常 非常簡單 然後可以做到複雜的遊戲 來到 Top 3 第3名 House of the Dying Sun 這隻是我 沒有時間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是 我真的 兩晚三晚的時間打到爆擊的遊戲 House of the Dying Sun 是一種非常之 非常之簡單 即是可以說是很簡單 亦都可以很複雜的遊戲 你可以當它是一隻 普通的 Dogfighter Ace combat 只不過是太空 或者你可以當它來做一個即使戰略 或者你可以兩樣東西一起混合 都可以的 House of the Dying Sun 是一個非常之 好像很多Henny Game 都可以把很多舊遊戲 90年代推出的遊戲 翻新 把這個想法再翻新 然後拿出來 再做美麗給大家玩 這隻遊戲是真的 做得到它想做的所有東西 然後再做美麗 再給你們玩 然後再帶一個很細很細的故事 把大部份的東西 全部放進遊戲裡 不像很多 Truple A 那樣 就做一個很糟糕的故事 Innie Game 就是這樣 不需要有一個故事 但有故事的時候 它可以帶出很多信息 但很多時候 它不需要一個故事 一個很簡單的一句 然後最後可能加了一個Truple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House of the Dying Sun 是一隻 非常非常接近完美的 一隻 Indie Game 就是在一個 Mechanics 而言 或者在概念上 是一個 接近完美的一隻 Indie Game 是真的非常好玩 如果你們是喜歡玩 Dog Fight 或者是喜歡玩 一些普通的Space Shooter 的話 真的要試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玩 但當然 有一件事 有些人會說 就是這隻遊戲 沒有六度的自由 如果大家喜歡玩 六度的自由 我會有其他的遊戲 可以介紹給你玩 但這隻遊戲 對我來說 是 是真是捉到 我們這個Dog Fight 的一個 意念 非常之厲害的 一隻遊戲 我是真心非常佩服的 第二 二 名 Return of the Obra Dinn 我想大家都不會猜得到 為什麼一隻 免費的 而且是Demo 是一隻Alpha的Demo 為什麼一隻 這樣的東西 可以上到第二名 但這隻 由Papers Police 的作者 所做的 這隻遊戲 真是 我就這樣玩過Demo 我已經感受到 他對 他對這隻遊戲 對自己所做的事的熱誠 他這個的想法 我真的 我真的 我可能玩的遊戲少 我真的沒什麼見過 我從來沒見過那些人 可以拿回Dog Matrix出來 玩完之後 再真是 把他 變成一個有意義的 一個 機器 可以跟他這隻遊戲 配得這麼配 Return of the Obra Dinn 是令我真心 非常非常非常之佩服的 一隻遊戲 他有一個 很漂亮的故事 他 帶給我們看 究竟一隻Indie Game 他可以把一個簡單的想法 推到多遠 然後再把這個 機器 跟故事組裝在一起 來做一個 不是單線性的故事 所有東西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完美的 他到那個demo 最後 他這樣放一隻大章魚 進來都是 令人感覺到 非常之震驚 我真的想不到 無緣無故會有一隻這樣的東西彈出來 我真的以為他一群人內鬥 無故會有一隻 排鎬 飛出來 非常之厲害的一隻遊戲 即是Return of the Obra Dinn 到現在都未出 我相信作者 即是自己一個人 都很努力地這樣做 但如果大家是真的想玩這隻demo的話 我非常非常之推介大家去玩這隻demo 是想拿來第二名 即是我們這隻遊戲 真的非常之厲害 但最殊我們有第一名 是我 是我一輩子 我等了20年 我想我就是等這隻遊戲 所以Obera Dinn才要屈居第二位 我們這個時候就去第一名 第一名 No Man's Sky 很多人都說No Man's Sky是一隻糞便 當然是因為他們氣得自己太厲害 我相信也會有很多人不認同 我覺得No Man's Sky是第一名的說法 但都是我一開始這樣說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去吃自己 你自己做個Top 10 list出來 如果你今年或者你一輩子有玩過10隻 Indie Game 你做個Top 10 list出來 我不怪你 我拍你手掌 好不好 我分享給你 我分享給你的影片 給我的朋友看 我沒有所謂的 不過 真的聽我說 No Man's Sky 如果你不理他之前的 trailer 因為我就是這樣 我聽了這隻遊戲之後 我就是因為太喜歡這隻遊戲 所以我沒有看過 沒有聽過 有關他任何的新聞 我不是專門避 我看到一些標題 但我不會按進去看 我避免所有 所有可以 hype 到我上天空的一些遊戲 那 我用40塊買了這隻遊戲 在Launch Room買了這隻遊戲 我到現在都最喜歡他 他帶出 他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個 沒有故事的一個 一個遊戲 我故事那方面 我之後再說 但我想說 mechanical方面 mechanical方面 No Man's Sky 是可以做 是可以將一個 一個 一個很濃縮的一個idea 就是 在一個 你是自己一個人的 你自己一個在一個 所以才叫No Man's Sky 然後他可以將 一個這麼濃縮的idea 放到整個宇宙這麼大 他是做得到的 很多人說他做得不夠好 但是 他做到這個 這樣的 scale 我覺得是足夠的 非常之令人 恢復我 我現在想起 我每日睡覺 我每日 都在想 我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 回到No Man's Sky 那裏 玩 玩 玩這遊戲 真是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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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 一隻的遊戲 當然 裡面有些 我可能有些玩家 會覺得 不是很 舒服 那樣 令他們 例如有Craft 那樣 但是 真的 當你做完 那些事情 你不用再 你不用再磨的東西 你可以去 真正 很自由地 想去 哪一個星球 上去哪個星球 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 每一個星球 每一個星球 自己看得到不同的東西 每天 看得到不同的東西 是覺得 最舒服的體驗 來的 Nice Sky 真的 有時候 Nice Sky 是我 這麼久以來 是其中一隻最 最喜歡的 冷靜的遊戲 令人覺得 冷靜的遊戲 但是 No Man's Sky 今年出了之後 已經完全放 Dianite Sky 可以這麼說 No Man's Sky 已經是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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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了 是一隻 非常非常漂亮的遊戲 那樣 故事 我好久都說 沒有故事 但是 我讀這麼多 我讀這麼多 一些科普的東西 我尤其讀 Hyperspace 一些Quantum Theory 我是真心看得到 他們 他們所想的 一些哲學性的東西 他們 在一個故事 故事來講 在一個普遍的層面 可能他們不是一個 很好的 一個電視劇故事 或者不是一個 很好的電影故事 但是 我們這個不是一個電影 我們這個 是一隻 令人覺得 心裡很清涼 很舒服的遊戲 而它這個 故事裡 所帶出來的訊息 正正是 我們 這遊戲 所需要的東西 它是令到你 清清楚楚 知道 我們 在這個世界 是這麼小 但是這個 這個宇宙 是這麼大的 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不停地循環 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不停地循環 有不同 有不同 這麼多的平衡世界 我們每個人 都在做同一件事 是 令人 非常 非常之 覺得 深刻的一件事 所以說 很多人都說自己不明白 但是他們不明白 是有理由的 看多些 看多些 Hyper Space的東西 那 真是 真是 我 我 我讚不到再多 真是太多 太多可笑 我要讚的話 我講No Man's Sky 是可以講整天的 但是 No Man's Sky 可以說 是我 我二十年來講 最好的 雖然很多人討厭他 但是 對我來講 我最喜歡的 我整身最喜歡 就是 No Man's Sky 非常之多謝大家 今天的收睇 如果大家想看下 我們這些遊戲 我會盡量放回這些連結 即所有遊戲的連結 連著 Memorable Mansion 也放進我們的 一個影片描述部分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那 今天的Winning Witchy Based Comment 我是孫智鋒 非常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 我們下次再見 1